HELLO 各位模型大大們大家好 我是PTN 最喜歡模型的阿彥 在這個... 歲末年中 其實是... 春節前啊 大掃除前 找到了這個 當然這不是我從我的3G堆找出來的 而是... 從我朋友那邊 獲得的一盒老模型 想說這個大掃除我們就是要搭配一些這種 老模型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同時也入手了一個這個 這一盒 那這一盒我之後再來開給大家看 我們先來開 這一盒 也就是舊版的 HG的鋼彈馬克圖 RX178 鋼彈MKII啦 HG喔 當時還沒有HG15C 就只有HG 這種老東西 然後伴隨著這種 看起來就是在店裡放很久的這個 你看連這個腕帶紅色的Mark都褪色 真的是 很有種古代的味道 而且你看以前的核測是紫的 他是這樣看的 有點神奇耶 這個感覺 還有這個疑似已經連上面什麼都推到不行的一個 不曉得 這個看不見 總之這就是一個舊版的 也就是HG的 最早那四隻的其中一盒 是這個 這個RX178 這個我記得沒錯的話 當年我有組過一隻 小時候不懂事就隨便玩玩 我覺得這應該是最原始版的吧 給大家看一下 這應該是最原始版啦 再版的話有這一片嗎 當年的多色成型 很扯耶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當年的多色成型技術 是直接這種 兩個灌在一起的 好扯喔 這邊寫144RX178 我常常一直念到RX78 哇連這個178的字樣都多色成型 這樣子 太酷了吧 這些噴嘴 這隻應該是比較好找啦 因為 相較於 絕版的 唯一絕版的出鋼 還有Z鋼來說 這一隻 誒 剛剛是說三隻還是四隻 好像只有三隻齁 就這三隻 哇 這上面有沒有寫年份 哇 寫1990 這邊有寫 1990 以前的HG零件就這麼少而已 然後另一片就是 傳統的多色成型框架 啊 有一個零件掉了 從這邊掉下來了 多色成型框架 這邊也是寫1990嗎 不太確定 應該是吧 1990 天啊 然後 還有這個黑科技的關節 天啊 太黑科技了吧 MS Joint 2 天啊 還有這個貼紙 其實這我不太確定 他到底是不是再版的 坦白說我不知道怎麼分辨 所以 如果知道再版版本跟出版的差別的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 因為零件看起來其實沒有想像中的舊啦 所以我也不曉得他這到底是 已經放了 放了幾年 1990 放了30年 還是 大概這10年內有再版的那一版 來看一下這個說明書 以前說明書就是一個小冊子這樣子 那很好看耶 給大家再仔細看一下 MMS Joint 2 哇賽 他這邊是說可以跟E44的G防衛者合體 要另外買 這個我印象深刻 我想說怎麼沒有這個裝備 當年 來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你看以前的模型 這才叫模型啦 給你一個很讚的圖 還有設定 哇天啊 真的很讚耶 現在是PG等級還不一定有 哇設定 哇賽 以前看著就 超級過癮 當年看了這個圖的人 一定對這個 超級鋼彈非常的 神王 新神向王 這個 太帥了吧 是太帥了吧 哇 以前有這些資料 就會很想把它重現在模型上 超酷的 真的超讚 然後還有這個 以前的配色 以前的配色我超喜歡 我覺得圖這樣超讚 這很像那個F90的配色 我覺得那個年代就是這個感覺 跟這個 跟現在的MKII的配色完全不一樣 我記得我之前看很多座莉 也蠻多人圖這個座莉配色 就是這種復古風嗎 這種那個什麼 這叫什麼 麥克筆的一個風格 感慨耶 這就已經過了30年了 就算是 不然覺得如果我當年有 留下我眼前那幾盒 就HG現在也是很多錢 簡直是寶物一樣 好看 哇 教你 貼紙跟 一些地方要怎麼樣 以前零件表 反而在最後面 真的蠻有意思的 然後這邊是 最後面那一頁 厲害的技術 這個 神奇的 這叫做什麼 這沒有漢字嗎 總之就是多色成型的另外一種路線 一個零件上有三種顏色的多色成型 然後還有這個 像現在RG才用的這個 MS Joint系統 所以 RG 嚴格來說它的技術 也只是把這個技術 再做一個新的應用吧 變得更精密這樣 真的是 工業產品的感覺 不斷的延伸一些技術 更精進的一種感覺 真的厲害 那這一盒我想我應該就會 列入我的 收藏吧 應該是不會去組它 畢竟 這個是 比較有機會真的絕版的東西 看還有這個 超神秘的 那欣賞這個零件 有時候其實對一些人來說 也是一種樂趣吧 就是你有一盒這麼 古老的模型 然後 欣賞它 然後 想像它 當年被 生產出來 或是 你製作它的時候的那個 感覺 也是蠻有樂趣的 真的不錯吧 還有這種褪色的感覺 這邊這個倒沒褪色 另一邊也褪色 當年才一千日幣耶 如果有完美 保存的應該 有一萬日幣的價值吧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開箱影片 祝大家 春節愉快 我們就下一回的模型影片見囉 下回見